早幾無七點二的大電動之後到今天早起的 十點五十五分 電動月有超過三百次 而且還是表示說 這次是九里大電動之後 最大幾無的電動 附近的長展的活動 也會受到影響 尤其是中央三位的長展系統 就要特別注意 法連近幾無七點二的大電動 全台灣都感受得到 而且在情不斷 經濟起重數的統計 到早起十點五十五分 已經超過三百次的意見 讓全台灣民眾是真驚訝 日本起重天快破 這次是屬於板塊修復 又短暫流行的大電動 那官方發生的零電半導的大電動 是同流行的 在兩個反彈的幾個過程當中 一個往上一個往下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花蓮的地震 經過我們的一個資料的一個處理 我們目前初步判斷 它是一個逆斷層的一個形式 國內學者表示 這次的地震是九二一大地震 之後最大規模的地震 所以要觀察這次的地震之後 可能會牽連旁邊的中央 三位短暫的系統 因為中國短暫 跟中央三位短暫的系統 是相隔的 甚至牽連到福利品海板塊 無論後來大陸崩潰的各界的所在 近日沒有映化其他地震 今天這個地震 它是發生在零頂斷層 那旁邊它就會有一條 叫中央山脈斷層 那中央山脈斷層 它可能會被觸動 其實今天這一天裡面的 有些雨震 地震 已經在這個斷層上發生了 大陸第一研究所教授 理解培表示 這次地震引起的意境 是因為崩潰的各界的所在 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短暫 擋擋那些地震 出現很多的氛圍 都是地震才會發生 地震的原因 前期尚教授地震 也在那邊桌 搭出兩張 玉山豬風的上屁 豬風生命的影響 現時玉山豬風生命 受到地震的影響 有稍微沒放棄 這裡整個土粉硬硬硬 很明顯地表示說那一邊的弱石 很明顯 那這個是低震或常有的現象 很多地方會有一些 吐石鬆動滑落的現象 前一天玉山豬風生 橫管理處表示 大陸以後 橫管玉山豬風生 導遊說90秒 三人 二陣 二陣